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们最期待的这个指人翼 它终于是来了 然后我刚刚也是上去调了一下的这个声音设置 然后我们直接开始游戏 这边咱们游戏的难度的话 就选择一个非常适合自己 又特别有挑战性的 还是我们的普通难度 不要太简单 也不要太困难 就是普通难度就可以了 在此前温馨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们 首先我们这边的配音方式是游戏实况 并且是添加演绎的解说方式 就是你们在视频中听到我的声音呢 也就是我在玩游戏中的实际操作 然后但是为了剧情的带入和大家的观影体验 主播这边可能会添加一些 比如说尖叫啊 或者害怕的语气 当然这些你们根本不用担心啊 主播作为一个优秀 而且专业又充满魅力的游戏解说 肯定是不会害怕这些东西的 然后我们的视频呢 也是有高能预警 请大家放心使用啊 现在故事一开始没有交代我们人物背景啊 但是我们好像是一直在开车 听了这个是我的女儿在跟我说话 说我今天吃药了吗 怎么还没有到妈妈家呀 这时突然来了一个恐怖的声音啊 他说去死吧 然后我们的车 我们的车就翻了 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直接给搞翻了 观众朋友嘛 然后我们的这个车翻了之后 也是正式的开始了我们的游戏 前面这里能蒙蒙隆隆的看见个人啊 这是我们的女儿吗 好像穿着一个白色的连衣裙那种感觉 他要去哪啊 他怎么不等我呀 你不管你爹了吗 好的我知道了 这本来可能说是妇女二人共同探险 结果现在是由于我的女儿啊 她是自己到处乱走 现在变成了父亲拯救女儿 这么一个剧情环节 好的 我们现在抓紧起来 然后去找找我们的女儿 你终于又回来了 你终于又回来了 哦 观众朋友嘛 刚才是 是谁在跟我们说话呀 他说我终于又回来了 让我们先简单的数一下周围的环境啊 我们刚刚车是翻了 然后不知道去了哪里啊 哦 我 你吗 这什么东西啊 这好像是 是假的呀 不是真的是吧 是纸儿的那种感觉啊 然后我们的 我们的女儿刚刚往这个方向走了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找到她 什么也没有 看我们还是从头探索一下吧 把每个柜子都开一下 哦 这是一个 嗯 怎么看 哦 诅咒娃娃 这是一个 这个呢 这个是锁语钥匙 这个操作还比较 不是很舒服啊 我们先习惯一下操作啊 他这个获取到道具之后 不像那个港鬼 是直接可以搞视角的 刚才他说按上可以看什么 看文件 OKOK 这个是 这个锁配这个钥匙 这个钥匙配这个锁 哦 这就是介绍这个音符的那什么什么 哦 好的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啊 哦 这边什么都没有 按Ctrl可以进去是吧 哦 对吗 哦 这个柜子关的好严实啊 好有安全感的观众朋友们 嗯 这个关的关的很严 并且是特别有安全感 我们把这柜子门给它打开吧 省了一会儿 我们不知道探索到哪里了 看这边 什么意思啊 是可以往上面放胶片是吧 然后可以放瓦 放放放其他东西的时候 它就会提示你无法使用之类的 这个是 哦 这是一小堆的指缘宝 OK OK 这边的话是一个锁 我们现在没有钥匙啊 这个大宅子好像还挺大的呢 哦 这什么东西 有声音 是从那里面传过传出来的吗 我们的女儿啊 她说爸爸你在哪 不要着急啊 不要着急啊 我马上去救你啊 我们先大家探索探索 哦 这边是指缘宝 还有罐子 这指缘宝是干嘛用的啊 我的吗 哦 哎呦 我好多 我好多虫子爬上来了 哦 这个是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蟑螂之类的吗 这里还有东西 这是 一根火柴 好的好的 这个大宅子是哪里啊 刚才我们刚刚通过这个文字判断啊 这里好像是叫阴府 嗯 但是我们现在一点人物信息什么的都没有找到 先搜外圈再搜内圈 我这么多可以躲避用的柜子吗 哦 哦 这里面是一个变了形的唱片 OKOK 好的好的 然后就是这边这个假人的位置了 这个应该就是一个指人是吧 哦 这六个娃娃 诅咒娃娃吧 这娃娃有什么用吗 哦 哦 这里好壮观的 威阳六合 嗯 什么什么宣昂文章浩妙 这头是 啊 算了 我不看了 这个 这个繁体字我们认识的太少了呀 一下子 暴露了我们的文化程度了 这里有什么可以互动的吗 啊 什么意思啊 可以烧组组 可以烧娃娃吗 烧布条 哦 哦 烧元宝 把火柴给它烧了是吗 哦 哇 这个游戏 它是有互动元素的 比如说我们获得的某某个道具 两个道具是可以组合的 哎 哎 掉出了一个东西 观众朋友们 什么虫药 哦 这个是可以去虫的是吧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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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啊 刚才那个有虫子的地方在哪里啊 啊 这里这里 是可以直接使了 是吧 好的 好的 哦 直接撒上去啊 直接撒上去 哎 就可以拿到这个东西了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摇霸 OK OK 好的 好的 然后就可以操作这唱片机了 对吧 摇霸装上 唱片放 唱片变形了 无法放置 嗯 手电筒咋破坏了 唱片变形了 这什么 地府通用 报纸 纸上画着纸元宝 在中国 有着为了让死者 不会在另一个世界受金钱所困 会将纸做的金元宝 点燃供奉给死者 哦 这个就是提示我们要把那个纸元宝点着的 但是我们提前已经给破解了 这是火柴 又有一个火柴 嗯 这要蜡烛可以点着是吗 OK 蜡烛点着了 心情就安稳了很多啊 安稳了很多 在哪里有什么可以探索的吗 这什么 留声机广告写着注意事实上 请不要让唱片接近热源 高温会导致变形 哦 所以说我们这个唱片是已经 是已经接受到热源了 什么 关键是怎么让他恢复啊 这边全都过不去 其他的几个门都伤了死我呀 好像是有对应的钥匙才可以打开的呀 这个是开着的 但是这个我们出不去 这个应该是我们进来的时候的那个房子 哦 变这个手电筒 嗯 它断断续续的 用一段时间 它就会自己光变弱一下 这个坛子 坛子里什么也没有 接下来又怎么办呢 这里好像发生过打斗的痕迹啊 这里有一本书 书上写的名字是 什么圣经 佛经 有看到这个佛字啊 这里边这个锁都打不开呀 哦 我知道了 是需要把我们的一个唱片给的变回原来的样子是吧 再变形 我们看看我们这个盆 能不能烧唱片 嗯 可以互动了 那怎么办呀 这个很难搞啊 这个 现在有一点点紧张啊 它 它有哪里没有探索的吗 这是什么意思 哦 哦 可以钻到桌子底下 哦 我的妈 不行啊 快出来快出来 这个视角太恐怖了 我的妈 什么情况 这点儿 这点儿有个镜子 嗯 哦哦哦哦 是可以用它烤是吗 哦哦 我真是个天才呀 观众朋友们 哦对对对对对 啊 我真是个天才 啊 这这唱片集就就是可以了 是吧 我看一下现在怎么介绍的啊 现在就要唱片了 OK OK 给它放上去啊 赶紧挺放放取的 那只剩这个取的没放了 按一下E 按AD摇是吧 哦哦哦哦哦 哦 我这个霸摇蛇了 嗯 可以用布条吗 哦哦哦 哦好简单好简单好简单 好简单 快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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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会出来什么东西啊 哦 一个钥匙 这是一个 红铜钥匙3 刚才好像有声音 我再大一点声 刚才好像传 不知道哪里传出来声音 红铜钥匙3 是这个锁吗 不是这把钥匙 是这个吗 哦哦是这个 哦 我这个门要开了吗 哦 我的妈 慢点慢点慢点 慢点 这里是哪里啊 哦 这是一把什么钥匙 黄铜钥匙2 好的好的好的 嗯 这蜡烛可以点着是吗 哦 这边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祖宙娃娃 这娃娃有什么用啊 我们已经捡到三个了 这边可以上香哦 需要先点燃蜡烛 才可以烧香 哦 这里有火柴 我们把蜡烛点着啊 上香有什么用啊 直接上香就可以了 是吗 好的好的 OK OK 这间房间似乎受到了神领的庇护 不会受到鬼怪的侵袭 哦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安全屋了 是吧 我看这边能出去吗 能出去 这里呢 这里也出去啊 只有这一个一个方向能出去 是吧 然后有什么问题就来这个房间 这就可以保我们没有任何问题 OK OK 好的好的 这个设定还是比较合理的 搞一个安全屋处了 哦 那这门怎么自动关呢 看这个能不能开锁 哦 开开了 开开了 哇 视野瞬间变得宽敞了起来啊 这边是什么 这边也是个锁 哦 就是到处找钥匙 然后找锁是吧 OK 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臭弟弟看不见 哦 有 腰牌 是一个丫鬟 叫丁香 嗯 这应该是一些人物关系 OK OK 解锁了人物关系 丁香 丫鬟 好的好的 最后要解密的 这个是 这游戏好像是更侧中解密多一些 是吧 这个是柳先生日记啊 夫人多年无法怀上孩子 怎么画匠刚刚进府不久就怀上了 这事蹊跷 老爷竟然没有丝毫怀疑 嗯 我也感觉有一点蹊跷啊 先给他放在这里吧 不管呢 看这边 底下的灯打开吗 这个游戏怎么 怎么操作蹲线 没有蹲这个按键什么 按插是快速回头 直接就是旋转一圈 好的 没有蹲线 柳先生日记时期 疯了 全都疯了 楼上肯定是出大事了 什么情况 什么 什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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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来提示我对着按就可以了是吧 我 你 快跑快跑快走快走快走 去安全屋 去安全屋 去安全屋啊 我 我在按呢 我在按呢 我在按一呀 怎么不动呢 我 那是我女儿 我她追我女儿去了 我快走快走 我 跑哪儿去了 全都没了 哦 这也太突然了 我 并且这个游戏的门会自动关的 观众朋友们 现在是有三个娃娃 我们先回安全屋 先回安全屋再说 先 不管这些了 先回安全屋 啊 这里 路过的那娃娃能拿就拿了吧 安全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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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这边走这边 快跑两步吧 我赢了 我回安全屋 歇一会儿 这里 我们上下枪 存下档是吧 好的好的 那我们这期游戏 就先玩到这里啊 就先玩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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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